哈囉,大家好,Its me,阿羊 本期是海拉魯職業流派大權 你的武器與裝扮將會決定你海拉魯的職業人生 而我阿羊又豈是一般的YouTuber呢? 所以我們還要cosplay,像不像至少七八分樣 本期告訴你怎麼打造全13種職業 這次有數據分析、推薦裝備還有個性分析喔 絕對能找出你最適合的職業流派 至於待會各個職業流派最重要的武器 你真想留著的話,雪月刷新後找章魚哥修裝備就好 是沒錯,但其實我太懶了 在雪月的時候,我唯一會做的事情只有瘋狂做財 我知道你懷疑我在開車,但我真只有瘋狂做財 當然還是會找各地的人馬拿素材僅此而已 畢竟誰之前誰倒楣囉 不管你什麼武器白銀人馬素材打爆沒在省了 那趕快時間到,Let's來個法文版的 第一種戰士,平A流 Lesson,所謂戰士,就是要不斷的攻擊 朴實無華,絕不浮誇 但是難聽一點就是無聊,你就只是攻擊而已 以數據上來說,看這種平A攻擊最強的武器 就是七寶刀配上白銀人馬的角 我之前在Top10武器介紹過了 由於本身攻擊力28,加上白銀素材傷害2倍,可以來到138 耐久度可以60加25來到85 這耐久度砍爆了4把鏽石沒合成的敬衛大劍 你的武器都還不會爆呢 那推薦裝備,你說隨便鬼神套裝加1.5倍攻擊 No god damn boring 說到戰士,最具代表性的是啥 當然是賽亞蘭戰士,而且還是超賽三版本 你說,孫悟空哪來的劍? 你就把你自己當成是特南克斯超三版本就好了嗎? 推薦這種組合,讓你在海拉魯橫著走啊 適合個性踏實,不盲目追求華麗的朋友 欸,對了,待會的計算都不會算上料理跟裝備的1.5倍哈 第二種,俠盜閃躲突擊流 Lesson,所謂俠盜,就是靠著閃躲等待反擊 然後藉由突擊2倍的傷害打出一波高傷害 是個靈敏系的戰鬥職業 又,偏偏傷害還不錯,又又,因為閃躲很爽,突擊很爽 是個觀賞性很不錯的職業流派 雖然也曾經介紹過了,但我也來update一下 主要武器就是王家系列 只要隱藏分一高起來,路上到處都是王家武器 超級不值錢,所以怎麼備有的呢?就是路上隨便撿 但這個數據我們算秀石的就好了,因為是免洗武器嘛 秀石的單手劍攻擊力是10,槍是7,大劍是14 由於都是採用突擊攻擊居多,所以一套石破天津計算 加刃角後的數值乘閃避加成2倍,乘攻擊次數,乘動作值 動作值是本作新加的,單手是1,雙手是1.05,長槍是0.75 這樣打下來突擊的傷害還是長槍最高 略比單手劍高一些 但是單手劍好用在可以時常舉盾所以好用 不過呢,這流派就是突擊專用 反正是個專門免洗武器的流派 那裝備上的選擇? 拳葉差不錯吧? 搭上白眼人馬腳還是武士刀 看起來靈敏度夠,是個能打的樣子 推薦給喜歡踢皮球到處閃個性的朋友 假如你以後想當政治人物不刪鍋 選這個職業流派就對了 第三種,狂戰士殘血火四場流 Lesson,所謂狂戰士,就是血流的越多 你本身就越厲害的一個流派 透過騎士系列的血量冰死的時候 傷害數值加倍,於是你就可以隨便平A了 很多人都誤會這個流派是初期在用的 其實是個越後期越吃香的流派 因為你對敵人熟悉了,你根本就不會死 而且以數據來說,有最高的平A傷害 這個計算我們用無鏽石武器來算 所以一套計算下來後 加刃腳後的數值乘上殘血加成兩倍乘動作值 就是你一般攻擊的傷害 可以看到,隨便一把加10騎士大劍 傷害都可以輕鬆187 那為什麼用無鏽石來算呢? 其實是騎士武器雖然後期很難在地上拿到 但是地底卻非常多 所以怎麼build就不用說明了吧 這大概是我覺得最好拿的無鏽石武器了 其實這是當前版本的最高傷害平A武器 而裝備當然是咱們的HunterHunter窩金 看起來就一副很兇狠的狂戰士模樣 打起來也很強 不過輕鬆就被庫拉筆卡給制服 非常符合殘血被打一發就掛的設定 好比那些個性是玻璃星的朋友 輕輕一碰就碎 小粉紅或哥布林最適合這職業囉 第四種魔法戰士失聲流 Listen,所謂魔法戰士 就是透過自身魔力加成 然後打出魔法劍的流派 但是當然我們靈克沒有魔法 用法杖也太炫了點 我們就靠卓拉系列武器把自己弄失取得buff 來大幅強化自己的攻擊力 而且打出去還是屬性攻擊 以傷害來說最好的是卓拉大劍 假如拿到加10攻卓拉大劍plus 隨便一刀出去就是172點傷害 由於基本數字很高 要是你還穿上3攻套裝會攻擊力爆炸高 而且你可以在攻擊的瞬間 馬上丟出果實把自己弄失 反正你只要雙手劍旋轉起來沒認識你對手 但是面對可以冰凍的敵人 那麼光靈之槍應該還是最好的選擇 這我們之前就算過了 蓄力山的理論傷害可以輕鬆超過2000點 目前可以冰的敵人還沒人超過這個血量 而且當然要冰才能說自己是魔法戰士嘛 推薦裝備魔法公主 大家都知道曠野或是王類 或多或少都有參考魔法公主吧 用這流派的人講好聽是低調 但其實個性非常悶騷 就是那種明明犯規的牆 但常會說 噢沒有啦我只是隨便打打 我都是靠別人的buff啦 這種假掰性格的朋友最適合這流派 第五種野蠻人蓄力流催地流 Lesson所謂野蠻人就是旋風戰 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穿上冰雪套裝 配上我們士兵之劍系列 我們可以快速蓄力使出迴旋斬 這樣就可以打出冰傷 而熔岩地帶穿上火焰套裝 那這樣我們可以打出火焰效果 雷光套裝大概是最強的 下雷雨的地方可以打出閃電 但是就這個butt 雖然招式很強勢 不過非常難用 因為基本上你不喝藥水吃料理 你都必須額外穿上幾件抗火冰雷的抗性裝 所以最好的野蠻人戰時 那還必須得是垂地流 最推薦的當然是格魯德大劍 格魯德大劍的加成可以反應到衝擊波傷害 但是師生加成卻不會讓衝擊波傷害有加成 那麼計算下來是一發衝擊波可以打出139傷害 那這樣就可以當作放為攻擊用啦 看到一群小波垂下去就對了 感覺打起來有一個漢山陣地的感覺 取得的地方 推薦畫面上的這個位置 比較容易出格魯德大劍 推薦使用加耐久度的磁條 畢竟能夠多打幾下 比起加那一點攻擊好多了 那裝備當然必須得是 鬼滅之刃的遺窩座 雖然野窩座擊掰又討厭 但是我們這種野蠻人捶法對小坡團隊而言 也是擊掰又討厭 而且我們也是打不過就跑 武器轉起來之後才打 非常適合自認個性比較擊掰 認為追求機會的公益主義者朋友使用 第六種職業騎士 不是那種什麼擋在前排的騎士 也不是什麼馬上超強的騎士 而是騎著人馬的騎士 就還算是個騎士吧 這也是之前介紹過的簡單快速講升級版本 先打壞一把敬衛大劍 來到弟弟右下角畫面上的這個位置去找黑影 這邊的黑影只會出雙手劍 透過SL大法取得敬衛大劍 然後打到快壞掉 裝上白銀人馬腳就行了 理論上基本攻擊最高是帳面208 還不算上你吃飯穿衣服的加成呢 裝備推薦穿上晉級巨人調查兵團 因為調查兵團都會騎馬嘛 雖然不至於讓你飛天 但是騎馬騎的感覺都帥了起來 這個職業適合所有人 你是異男誰不愛騎馬… 你是異男男上加男更開心 適合那些朋友們內心凡事追求 不多也不少 只要剛剛好的一個職業 第七個職業 武士居合流 雷神 武士刀居合人人愛嘛 有誰能抵擋武士刀加肌肉大棒的魅力呢? 看看咱們家長多夫不就完美示範了嗎? 而我們只要一把加10戒心長刀 裝上冰霜古力歐克頭 理論最高傷害是普攻66 不怎麼樣? 不過攻擊範圍超大 再配上冰傷 一發冰傷還可以打出198 最強範圍蓄力傷害武器 反正敵人就是穩穩的站在那邊給你打 還有可能連續冰凍 界心長刀plus不好取得 就一樣到我們取得禁衛大劍的地點 反正禁衛大劍不需要重拿了 一把用到爽 這邊都只有雙手劍 慢慢洗一定會有的 至於裝備當然是我們的 ONE PIECE 羅羅牙 索龍 雖然我們沒有三刀流 但是說起刀還是索龍我大哥啊 這職業非常適合自認為 左手一把刀 右手一把刀 下面一大包 的自戀狂勞艾炫耀的朋友 第八個職業 所以刺客偷襲流 類似 所謂刺客就是要來無影去無中 講究一擊必殺然後無損脫身 同樣是之前介紹過的 利用煙霧效果直接偷襲敵人 但我要更正一下上次說錯的 偷襲是八倍傷害 再配上武器特性兩倍 total是十六倍傷害的 我們直接講數據 理論上來說 你能偷襲的魔物 血量最高的是白雲PK有1200點 所以只要你戒心小刀加五傷以上 就能秒掉 更別說其他你路上可以偷襲的敵人 但是因為傷害其實太高了 也不差那一隻 我個人是推薦耐久大提升的吃條 除了白雲PK老刀之外 其他都是一刀秒 什麼加工1.5倍料理裝備 根本用不到 取得地點我推薦這裡 哈特諾村地理 一下去樹根的旁邊 就有一個武器點 再不然往北走一點 還有一個蠻近的點 這邊一次刷兩把最好啦 至於裝備嘛 說到刺客 當然是我們刺客教條的刺客 一身白雲刀在手 人見害怕鬼見愁 白色惡魔就是我 絕對不是阿姆羅 推薦給個性孤僻 人群恐懼症 自己一個人 沒朋友的人使用的職業 第九個職業 工程師 掃地機器人流派 雖然我們想怎麼用高科技都行 但我們人就是勤儉持家 根據我調查所有機器裡面 最簡單最省錢的 就是掃地機器人 一個冰龍頭 一個平台車 一把武器 只要9點礦石 又根據統計 你必須使用格魯德大劍加百銀角 不然其餘武器都拿不到最高的傷害 例如沾水的捉大武器就不行 所以這個機器人根據計算 只要一刀就是396點傷害 偶爾懶得自己動手打人的時候 或是吃宵夜想空出雙手的時候 常常會使用的一個職業流派 至於裝備 左大巫神戀裝 這才不用 當然是我們的Dr.Golden Freeman 怕有人不知道是誰啊 戰力時空系列遊戲的主角 他也是一個理論物理學家 這件衣服被稱為H1V 特殊防護衣 儘管是FPS遊戲 所以我們很少看到他本人 Anyway 這職業非常適合理工仔 特別你身上還帶著粗狂眼鏡的朋友 第十個職業 法師 屬性回旋鏢流 Lesson 所謂法師 就是年紀到了30歲還是觸男的朋友 就會自動轉職成魔法師 而法師最有名的當然是那華麗的法術 但是你說用法杖 那是哈利波特他們才在用的娘娘槍武器 你應該要用的是巨大迴旋鏢配上屬性三頭龍角 然後就給他用力的丟出去 根據計算 冰凍後一發傷害可以來到284點 非常強力的範圍性武器 誰還用什麼法杖呢 這才是法師啊 而法師推薦的裝備 當然是賈克冷瓜 那個攀爬的青蛙拳套 你丟迴旋鏢 冷瓜是丟手裡剩 好啦 對啦 我沒梗了 這個職業非常適合單身的朋友 畢竟你們的手腕應該蠻有力氣的 這樣迴旋鏢才會夠力嘛 推薦給你們 第十一個職業 死靈法師 有法師當然要有死靈法師 就是骨迴旋鏢流 從薩達達人那邊抄來的 喔不 是致敬來的流派 找到一個蜥蜴戰士的骨頭 然後裝上咱們最強的刃角 配上迴旋鏢特性頭質加成1.5倍 三公料理1.5倍 但是裝備我們需要穿上我們的 益次元惡靈套裝 骨類加成1.8倍 配上頭質動作加成還有1.5倍 於是傷害輕鬆破到280點 只差在骨類武器的耐久度實在太低 就算耐久度它的提升配上結合 也頂多讓你尻個18次就結束 不過只要能夠丟出去變成衛星迴旋鏢 你就是海拉魯這世界最堅不可摧的存在 阿裝備就只能配咱們的票裝 沒辦法 但至少跟死靈法師有87%相還行 最適合不會閱讀空氣的朋友 你自身散發的氣場就會讓人無法靠近 就好比那衛星迴旋鏢 這個職業最適合你了 第十二個 武鬥家 雷森 所謂武鬥家 講究的就是以拳頭交心 只要我們學會了一蓋隊的土盾術 單挑莫德拉吉克都不是問題 看看 直接都把他打出沙子了 甚至遠程開精靈法師怪都不是問題 最大問題就只是沒攻擊力而已 呵呵 但還是蠻實用的吧 裝備 賽亞人戰士 孫悟飯 你說阿楊你是用美梗 是 我是 所以把悟空改一改就變成悟飯了 適合給個性比較媽寶的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小時候媽媽的雙拳才是最強 才不至於讓你的叛逆人生走上歪路 人家都說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我則是被老媽的雙拳做到寶 第十三個 弓箭手 弓箭流 雷森 所謂弓箭手 就算沒吃過熱狗 但你一定認識熱狗拉斯 是非常高人氣的一個職業 剛說了你紅月都在幹嘛 瘋狂做菜沒錯 人馬也沒少打 導致包包裡面全部都是瘦成功 還是五連的 理論上最好配合素材是吉波的骨頭 又 理論上你的傷害會是 32加40 然後五連五倍傷 一發就360點傷害 又 現在你可以彩盾炸彈直接飛天開靈克時間 又 又 直接射一個浮游石 利用通天術直接跳下來 再一次靈克時間 每五箭受到弱點再乘2是720點傷害 可以說堪稱是人間大炮級別的存在 不過 當然事情沒有那麼美好 尤其現在沒有怪物血量可以看 我預估有的時候 包到弱點的箭數大約是兩隻 but 那也是有夠 goddamn good了 你身上一堆小坡腳的素材也能拿來射啊 那裝備當然是最會射的 AV男優 羅森風格 你有他們會射嗎? 欸 雖然是誇張的點 但是裸身才是人類最美好的風景 適合給喜歡看動作片的朋友 同時也是許多人夢想的Dream Job呢 以上就是王國之類的13種職業流排 當然啦 通常都是混著用的 你還有沒有屬於自己的職業要補充的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 那麼 我是阿羊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